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宝藏早餐店,黑干头的 这边东西超便宜,超好吃 大姐,你们这早餐从几点开始啊 从早上五点就开始 那你们几点就起来准备啊 两点多,三点多的 我得妈呀,就十块钱一味随便吃 您这利润咋样啊,我感觉好像那个什么 您这早餐确实很好吃 薄力多小 薄力多小,是不是吃早餐一般都来这 对,这是现在都十一点了 这早餐一直基本上每天都到这个点吗 每天,一般到十点都几乎都没有 今天下雨天,有几个晚 那就是早餐比如说我 比如说有睡到十二点的,过来吃还有吗 没有,就没有了 基本就是一上午 您是这的本地的居民吗 对,家就是这的 那这房子啥都是您自己的吧 五十 这是租的 这租的房子一年多钱呀 三万 三万 就是这几个月是吧 冬天也不干是吧 这四个月 也没有,也没有人了 也没有人,没有去哪事呗 爸爸,你要去家吗 这个镇冬天还有人吗 有很少 很少 不做买卖就很少有人来 你们冬天也去鹅鹅鹅大吧 对,我们也在鹅鹅大吧 你这下午就开始就是到晚上什么 就中午就开始卖那个炒菜了吧 对 嗯 中午餐 这好吃哦,吃的 啥也不剩 你吃了 你吃了 三碗 喝了三碗牛奶,牛奶都是现挤的是吧 对,早上那里 早上那里 咱自己家羊牛奶 没有 它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是咱自己家羊牛奶奶油吗 不是,也是当地的 也是当地的 对 然后就是早上起来 他先挤了 你就马上拿回来咱就煮了是吧 对 但是真的很好喝他家店 而且是十块钱一味 鸡蛋是多少钱一匹一个 两块 鸡蛋就是单独的 要吃鸡蛋就两块钱一个 但是十块钱随便吃 咸菜 粥,包子 有豆浆,牛奶,粥 豆腐脑 奶茶 奶茶 对,还有奶茶 这是特色奶茶咸口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油条 还有油炸糕 你们来已经没有了 还有油炸糕 甜的那种 你们 这一小袋一下子 也能挣多少钱 还是根据你特种料 这个男人 不然太好 因为有运气往上 今年还不知道 往年 往年 也是计算一下 马上去一家 剩多少钱 就算多少钱 就是给我大概 赢工钱 去点赢工 因为都自己家人 你打工能好一点 你打工能好一点 就是干多少年了 八年了 八年了 哇 时间够长了 但是早餐确实是算得辛苦些 很辛苦 很辛苦 大家的店叫那个十里香农家菜 如果你们旅游到这里就是 到呼伦边旅游 有黑山头这一站的话 早饭可以来这吃 真的非常的实惠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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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